蘇培 又在騙嗎 當時跟大家講說 因為沒有人要來標 所以土地一分為三 看會不會比較好標出去 柯文哲曾經有過這樣的說法 搞了半天 拜託 又是什麼世界第三大的 無線網通公司 又是其他很多的這個外國公司 想要來臺灣設跨國總部 然後不然呢 就是國內大型支通電公司 有比星光差嗎 絕對 為什麼最後是星光得標 絕對都比星光好啊 因為你看星光現在 從得標到現在 就是把土地放在那個地方 完全沒有投資 沒有動工 然後甚至準備把他一手 把地上權的開發權一手 直接賣給國具 之前新聞不是就這樣出來嗎 然後你不好好用 你要把他賣掉 對 本來是打算說 要他當二房東 結果他現在連房子都不想蓋 直接要把他一手就賺一手 那這是誰讓他投資的 就是柯文哲啊 我要跟大家報告一件事情 優比塊公司有沒有來投標 有 你知道他投標的就是哪一家 他投標的就是T16 在第三次招標的時候 他去投標T16 但為什麼優比塊只投標T16 沒有投標T17跟T18 因為同一天招標 同一天招標優比塊不可能一次標三塊 對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優比塊我這 再怎麼多錢我都不可能投資三塊嘛 我投資三塊之後 我要同時開工 我哪有那麼多的能量 我一定是選擇最好的 所以柯文哲讓三塊基地分開招標 同天招標 就是讓這些體質優良的廠商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投標 只能選擇一塊 只能選擇一塊 所以大家都去投標T16嘛 所以T16那一次的招標 有幾間廠商一起投標 有四家 一間是優比塊 一間是新光人壽 一間是人寶 一間一一家就是封泰新 封泰新是國巨嘛 然後所以你看 他們全部的人 全部都去標T16 因為T16的面積跟地理位置是最好的 但他們不敢標T17 T18 只有哪一家去標T16 只有哪一家標T17 T18 只有新光人壽 為什麼 因為人壽錢最多 人壽公司錢最多 我不是硬需求 我是要當二房東 我是蓋房子出來租人的 所以我沒關係 我不是純優比塊 不是像這個什麼大型電通公司 我是蓋來 我是真的要做廠辦 要做辦公大樓了 我是硬需求的 所以大家就不敢像新光人壽 這樣子投標 而同一天決標的結果 就是讓新光人壽 偏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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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偏的 就把T17 T18搶走了 搶走之後 他沒有辦法開發 所以就把他翼首 翼首之後 你看之前傳出國劇想要接手 他想要把這個開發前轉給國劇 國劇有沒有投標T16 有啊 有 就是豐太新啊 就是他也 他也就是想 所以當T17 T18 如果是分開招標了 其實其他的廠商就會過去 所以柯文哲 藉由投標策略的設定 讓其他的廠商 只能選擇最好的 那其他兩塊比較沒有那麼優的 就被新光人壽搶走了 所以在我們這個調查 報告裡面 其實就有列出了八點的缺失 第一點就是柯文哲 在放寬招標條件 未標而標 就是想說要趕快把他標出去 而且用的是說 疫情因為前兩次流標了 議會在罵 所以我趕快便宜把他標出去 所以還降低了權利金 而且還讓T17 T18免投資計畫書 讓新光人壽的入手又更簡單 第二個部分就是剛剛講的 讓新光人壽免投資計畫書 這件事情 讓整塊基地原本是要設定為科技醫療產業園區 變成完全沒有設定 對 任何產業都可以來調了 那就失去他的用意啊 本來市北科是要跟這個內湖 要跟南港連成一個台北的產業 產業聯區的廊貸的 然後就因為這樣子而失去了 再來第三個部分 就是地租調漲跟權利金的問題 當我們的土地越來越少 土地的租金應該越來越高 結果你在疫情的時候招標 而且兩次流標之後 你急著把他招標出去 然後只好讓權利金往下 這個也是讓臺北市庫變 變得這個虧損的部分 另外當然就是元大跟人 元大人壽跟市府 之間的矛盾嘛 因為柯文則急著把這塊土地標出去 所以就去找了很多的錢 在投資廠商 然後元大呢 就被列在這上面 然後元大就說 我沒有 我只是我希望的是在開發 這個內湖這一塊 不是四四北科 所以他就說 你是不是這個 這個地方 那時候我們都還懷疑 名是誰簽的啊 是啊 沒錯啊 可是問題是 明明就沒來 元大人壽後來在聲明 有寄了一個公文來 說他們確實有投標 但是所有的同仁不在 所以他們沒有辦法回答 我覺得這也很有趣 如果元大人壽 講的跟孫明的 跟他的這個公文不一樣 那柯文哲為什麼吞的 柯文哲對每一個人 不是都很兇嗎 那對於元大人壽 這樣子的污蔽 柯文哲 柯文哲跟他的團隊 居然沒有生氣氣 這也是很奇怪 到底元大跟柯文哲 什麼關係 讓柯文哲可以讓冷氣吞聲 所以這個剛剛講的 這個相關會議 沒有參加 或與會人員沒有出席 或簽到 就是元大的這個部分 另外一個部分就是吳新寅 在星光仁壽擔任副總的時間 剛好完全跟北市科 招標的期間完全重複 但有沒有瓜田裡下嘛 而且飆出去之後 吳新寅不但已經成為民眾黨的 不分區立委 後來還成為民眾黨的副總統 參選人 這都沒有關係人交易嗎 這都沒有圖利的問題 講難聽一點 換了別的案子 這都買關了不是 是而且最重要的事情 我們發現其實不管是柯文哲 或者是郝龍斌 針對北市科的土地 其實都有找出相關的廠商 來針對這塊土地 提出相關的招商計畫 在二零一五年的時候 中央經濟研究院 有開發計畫的建議書 然後在二零一九年的時候 柯文哲也花了三百萬 將近四百萬委託測威 顧問有限公司去招商規劃 你知道嗎 這兩間公司規劃的都是什麼 三塊基地分開招標 而且應該先標一塊 其他的兩塊地留下來養地 當產業整個帶動了北市科土地之後 這兩個土地就會變得有價值 那我就要問問 為什麼兩間廠商都建議三塊基地分開招標 而柯文哲你在第一次第二次招標的時候 讓他一起標 所以導致基地太大 沒有漲商敢投資 兩次流標之後 你就縮縮地標出去 讓想開發的廠商不敢進來 然後讓T17 T18讓星光人獸 撿到便宜 所以這到底有沒有瓜田底下 有沒有圖利 我當然認為有嘛 不然你看金仁寶為什麼溢價八成來標T16 然後T17 T18 幾乎等於是底價就送給了星光人獸 而星光人獸沒有要標 轉手的要接的這個廠商 就是曾經去標T16的這個國具 所以我覺得代表T17 T18 也是很有價值 只是柯文哲當時的投標策略 遭商策略導致很多的廠商只能選擇一塊 放棄了其他兩塊 然後讓星光人獸減到便宜 Bull Grace 柯文哲很貼心啊 而且好有創意喔 從金華城到北市科 都會想方設法的 幫這個廠商去改條件 然後去符合這個廠商 現在看起來是這樣嘛 那你講說你有預言 你說北市科這個案子 如果出事的話 可能會比這個柯文哲 可能會比金華城案更嚴重 怎麼說 你知道柯文哲在施展一種魔法 什麼魔法 叫做花生審魔術 花生審魔術 你看一下 花生審魔術 就是你搞不懂柯文哲 在當第二任市長的時候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怎麼那麼多標案都有問題嘛 柯文哲就像是什麼你知道嗎 我覺得他真的就很像說 我們知道這種怪醫黑傑克 柯文哲是不會開刀的 但他很會處理標案 明明這個人家告訴你說 顧問公司建議你應該要怎麼做 然後呢他很會分開 分開之後呢 還可以怎麼樣讓他留標 為什麼要讓他留標 我有點不懂 你都已經請了顧問公司 你為什麼不一開始就照顧問公司 給你的建議 你就不會留標兩次嘛 留標兩次還要再改標 改標之後 哎偏偏跟你比較熟的 好像就得標了 而且你要改標 照理說你可以讓這些更好的廠商進來啊 不是啊 對而且我跟你講 顧問公司啊有去巡訪很多廠商的意願 但很奇怪 同時啊市政府也有一批人去巡訪廠商喔 我在想有沒有可能也有人去暗中勸退 或是去告訴他們先不要有沒有 我覺得這很關鍵啊 對不對就是如果有的話 那你柯文哲就真的非常有問題啦 另外來講喔就是說柯文哲很特別 我剛剛講嘛他是怪異黑捷克為什麼兩隻手他是外科醫師 但他不會開盲腸你知道嗎 但他兩隻手很厲害啊 一隻手插入產業局 另外一隻手插入都發局啊 剛好一隻手都發局是管什麼 清華城 另外一隻手產業這個產發局是管什麼 北市科啊 對啊而且北市科是由他們自己市政 這個所謂市長室裡面召開四人小組 去做決議的嘛 那其實在四月份的時候人家就講嘛 柯文哲說了一句話 他說說什麼 講話你們市府老公務人員不知道嗎 而且那時候他還嗆耶 嗆一個千萬不能得罪的女人耶 那時候嗆說什麼 議員你不懂 OK 就嗆他 他要告我 然後說他不懂要告他 結果也沒去嘛 對嘛 所以我就覺得柯文哲他 我覺得他太離譜了 你到底是因人設事 還是你到底是這個因事設人 什麼意思 你因為要這個結果嘛 對 所以你去設計的這些流程嘛 然後透過你的搖擺行為 一下說我們一定要做這個 關於科技生技相關 一下突然間又不這麼要求 就改成說產業都可以了 還不用投資計畫書 這會不會很離譜 那雖然我認為這可能都是跟這個行政財糧權 就最後可能走到行政財糧權的部分 但是你要知道他沒有設防火牆耶 為什麼因為其實之前李四川就講過了 就說這些跟公務員沒有關係 跟你高層有關 對啊 你最後拍板定案的是誰 對啊 所以如果跟你高層直接有關係的話 他是完全沒有設防火牆 金華城有嘛 金華城防火牆在誰身上 我們就很清楚嘛 彭政生嘛 彭政生嘛 還有什麼都發 就是所謂的什麼都委會嘛 什麼很多個什麼 評委跟公務人員都有嘛 你會發現金華 那北市科是沒有的 那這些案例 你再拿出他五大弊案來看 都有點像 像魚果市場也是啊 第一次也標不出去嘛 後來再來一個簡像發包 很特別耶 所以你會發現他很多案子都這樣處理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柯文哲最危險的就是 如果你今天所有的金流 有串到任何一個市政府相關的標案 我認為他絕對絕對會完蛋